1919年 季守长出生于瑞士拉格斯 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成长 中学毕业后 加入天主教白冷外方传教会 心中十分向往到远东地区传教 1954年 他得愿以偿来到台湾台东 因而爱上了蓝宇 这片保存达物族文化的土地 留下了在此奉献一生的传奇事迹 神父 船来了 我来给你们介绍 这位就是这儿的纪神 神父你好 我的名字叫何卫德 我叫鸡守长 这位就是纪神父 神父 你们好 你们好 欢迎你们到这个岛上来 纪神父为了发扬达物族文化 参与电影《蓝宇之歌》的演出 在50年代 蓝宇达物族是被外族统治的时期 纪神父深刻感受到 唯有教育才能改变蓝宇人的未来 于是陆续将学业优秀的学生 送往台湾本岛就学 只是壮志未酬 再一次带领台东路野的三位教友 前往台北学习家政班课程的旅途中 寄神父意外发生了车祸 龙主恩昭 之后他的精神与遗愿 过了40年 开始有了重大回响 蓝宇的导物族人深刻了解 对于寄神父职恩回报的重要性 于2011年 开始筹备纪首长纪念文教基金会的活动 并于2013年正式成立 让寄神父的精神得以延续 并于2014年创立蓝宇旅台学生会 提供人才培育的管道 2019年3月15日 是寄神父的百岁诞辰 为了让世人看见 寄首长神父在蓝宇奉献一生 以达物族人的生存与发展 为使命的精神 基金会发起 筹目拍摄 寄首长神父纪录片的计划 期盼关怀弱势族群的热心人士 投入支持这一项 具有重大意义的影像纪录工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